3月25日,库天新闻快要为您报道 加拿大BC省移民政策更改引发华人留学生大规模抗议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紧急提醒 警惕假冒领馆人员的电信诈骗 知名宽餐连锁check-fil-a宣布将重新开始对机指使用抗生诉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在加拿大BC省,数百名华人和留学生贸语聚集抗议省提名移民政策的突然变化 称这一地震式调整摧毁了他们的移民梦想 根据新规定,国际研究生需要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才能申请永久居留权 此前的政策并不包括此项要求 抗议者声称,政策的快速变动没有预警 让许多原本依靠原政策计划未来的留学生感到措手不及和被背叛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发出紧急提醒 指出有不法分子假冒领事馆工作人员进行电信诈骗 伪造电话号码编取身份信息 强调领馆不会索要银行信息或电话通知涉及财务的事项 提醒公民街道可以来电时保持警惕,不泄露个人信息 并在遭遇诈骗时立即报警 同时提供了加拿大和中国的报警电话及领事馆求助联系方式 知名连锁炸鸡店Chickfield A宣布终止十年来无抗生素基承诺 转而采用仅在动物时机生病时使用非人类医学重要抗生素的争辩 此举引发广泛关注,因其背离了抗肌抗药性的全球趋势 同行业巨头泰森食品公司已调查政策,重新引入部分抗生素 此变化旨在应对无抗生素肌肉供应挑战 同时改善动物福利,但也引发了对人类健康影响的担忧 这里是库天新闻,我是宽儿,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